这一条是智山路的巷子里面 那它是一间室内超大屏数的滑项 有平面车位 有一个平面车位 那全新整理 室内有41屏 全壮58屏多 那总价是1860万 那当然了 有看到整理几乎都是投资客的 那没关系 我们来看它整理的怎么样 第一个线路 线路没有换 对都有换 线路有换 但是它盖子是没换的 因为它这个是特殊规格 所以也不好找 所以它盖子是没换 但是里面的线路是换掉的 包含开关这些都换掉 然后它的客厅跟厨房是同一个空间 虽然是同一个空间 但是它有做区隔 它有做这个拉门 透明的拉门 所以你可以阻隔这个油烟 油烟可以阻隔 而且还可以 关起来还是可以看得到客厅跟厨房的状况 然后它这个客厅还蛮特别 它有加一个吧台 这个吧台 因为它客厅真的是很大 如果说你不加这个吧台 距离会很 太长 太长 你沙发不好放 你可能电视要买100寸的吧 不用买到100寸 反正我们这边沙发 它这边做了一个吧台 刚好也可以当成餐厅 餐桌 也可以在那边排排坐 一起看电视 就买一个电视 然后也不用很大台 然后它有一个标准的落地窗 这个落地窗蛮大的 看起来应该有四少额两瓶吧 对 大概两瓶的 这个落地窗羊台 是标准的 看到 那个 社区中庭 看到它其实是社区中庭 也是旧的啦 这是旧的 屋龄已经32年了 屋龄32年 OK 好 然后 我觉得它整理的还蛮温馨的 然后 它这个厨房 有一个落地窗 落地窗 也是跟客厅的一样大 这是它的工作阳台 这边可以洗衣服 晒衣服 可以洗衣服晒衣服 它有天然气 它有天然气 然后呢 这里 这里有一个国小 上安国小 它是上安国小 就在旁边而已 那这一栋大楼 它挡住我们的一点点的视线 大楼的后面就是智山国中 它是智山国中 学区都很近 走路就可以到了 然后这边是属于七旗跟冯甲之间啦 所以你去冯甲上圈很近 去七旗更近 因为就 这边 就直接过去 台湾大道 再隔一条路就是台湾大道 台湾大道过去就是秋红谷 秋红谷 我们就是 秋红谷 然后跟国家各剧院的地方 国家各剧院 对很近啦 OK 好 然后柜子新的 反正看得到都新的 看得到几乎都是新的 它是属于暖色系的 那整体规划 就不会让你觉得 只是随便装潢而已 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格局 我们先看他的最小的房间 就是这间 这间是最小 基本上 如果放双人床 大概就只能放一个柜子 对 或者是一个书座 或者是你可以摆单人床 单人床 或是把它当成书房来去使用 是很不错的 那我觉得 小房间 如果家里面人没那么多 是没错 当书房 然后看他其中一个 第二个房间 很大 这间就很大 这间就很大 视野很好 可以看到圆处 这个房间可以看到圆处 然后可以看到它有窗台 这个窗台基本上它可以放冷气足机 这边可以放冷气足机 好 我们去隔壁看看 第二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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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间 它就是主卧室 主卧室它有一个八角窗 那我们看到刚刚的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间就有一点壁道 这壁道切到哪里 我们看一下 切到这里 切到这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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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这个角过来 就是到门旁边这里 所以还好 如果在这个床可以闭得掉 床的话可以摆在中间这边 就还OK 这边可以摆床 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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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主卧室 当然有卫宇 甘湿生理的卫宇 还蛮大间的 重点是它有开床 开床的话 那个就比较不会那么闷热 对 湿气也可以散得掉 对 比较散得掉 然后屋主他 都有做防水 所以 基本上这个有整理 就是投资客的 投资客的 当然 一定会有保固 他的半年的保固 防渗入水的保固 他的另外一间卫宇 也是有甘湿生理 他也有甘湿生理 那 虽然 这一间 他没有开窗 可是他有一个通风扇 通风扇 他延伸到隔壁的另外一间卫浴 他的气 湿气什么的都可以一起抽出去 所以 他那个 应该那间有窗户 所以 那个窗户就可以给这两间卫浴 去做一个通风扇用 通风扇用 对 湿气什么都可以散得掉 好 然后 他的第四个房间 也蛮大的 这比主卧室稍微小一点点而已 但是也很大 有一个八角窗 我可以看到中庭 江城的中庭 这个楼层是十楼 对 这个楼层是十楼 它当然是中古的大楼 中古的大楼 我们现在 中古大楼这样子室内四十一瓶 如果是新的要多少钱 新的要三千多万 所以 我们这个只要新的半价 半价 半价 一瓶多少钱 现在开价是33 快要34 33瓶多 33 对 一瓶33 它门是新的 这个门是新的 好 静悄悄 对 这是电池柜 唯一个 买管线 它应该没有买管线 这是电线的 没有水管 没有水管 是电线的部分 所以不用担心 后面有 露水 不用担心 地板 它是属于这种塑胶地砖 但是质感还不错 对 质感还算不错 还蛮服贴的 然后服贴到那个底下的瓷砖都可以看了 对 OK 它的灯也是属于比较现代化艺术灯 对 就是人家说轨道灯 那是看你要照哪个方向自己去调 对 它可以去做调整 好 那 我们要下去了 我们下去 看车位 记得没有关 OK 好 你先把灯关掉 我们看一下采光如何 采光很重要 采光 OK 对 就是这样的采光非常好 没有 不用 其实也不用灯 不用灯也就是这么亮 最暗的地方 应该是这个 这个卫浴 这个卫浴它没有开窗 所以比较暗一点 其他房间都很明亮 非常的通透明亮 就这一个卫浴 但是 还好 对 好 OK OK 然后我们现在出来看到 马上就看到一个隔壁邻居的鞋柜 这算是扣分 怎么办 怎么了 穿鞋子 应该有小姐入镜 好 谢谢 要拿底下 拿底下 好 我们去 我们要先到一楼 先去一楼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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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它的财务报表 他们对 根本不太清楚 没有财务报表 电梯更新安装很难合理 它电梯要换了 对 不错 都有在维护 它的 不是从这边 它的电梯要转搭才能下去 没有直搭 可以走下去了 也可以下去了 我们先走路好了 走路 等一下再搭电梯上 对 它在B2 B2 B2 对 O5 B2 B2 10 10号车位 对 就是前面的 10号就是这里啊 对 是B10吗 对 就是这个 对 等一下 让我借一下 好 就是这个车位 它单独一个车 独立车位 两个柱子在旁边 所以你不用担心 开车能打到别人的车 对 没有这个问题 那机车位有 机车位 你还记得吗 机车位好像 没有问题 对 好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它的坡道 坡道在这里 它这个坡道 它只能够容纳一台车 转上去 转到一楼去 这样子 只能容纳一台车 B2 对 然后 它电梯在哪里 我想一下 我记得就在我们旁边而已 那个是楼梯啊 我们看看这楼梯 它有一个是在车道口旁边 一个是在我们的旁边 所以应该是另外一边会有 所以算是哪一边呢 不好意思 应该是哦 可是没这么远 我们上次没有走这么远 对 因为它有两台电梯机 ok 有两个电梯哦 对 它有两个电梯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对 那我们刚好那一棟就是没有 对 刚好那棟我们那边没有 好吧 嗯 就插在这里 我们就稍等一下 然后1860 对 1860 单平33 你觉得它的底价好不好溢价 好不好溢价 有出我就尽量去争取 这个 这个投资客 比较好沟通一点 哦 哦 对 那比如说八折呢 太夸张了 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开 那才底是八折了 九折卖了 九折 九折 九折还是很硬啊 很硬啊 九五折差不多 应该也是差不多九五折 九五折 我觉得啦 那是不说的 我帮你算一下九五折是多少 减九十万啊 对啊 就是一七七零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对啊 嗯 如果有的话我就去处理 那初九折 那初九折 握旋有什么时候 初九折 握旋 再高一点嘛 再高一点 对 再高一点我就去参考 对 现在的投资客物件都没有 真的没有很好移价 我们的实物经验真的很难移价 对 有些让它差个一二十万 对啊 比较硬的 一二十万而已 嗯 那比较好一点的 可以让你 一到一一二百万 那现在很难有弄一二百万的 正常之后大概三五十万 就很多了 很多很多 我前一阵子 我有一间一二百八十万 投资客 可是他 如果是投资客 你可以一两百万 是真的很厉害 对 能够一二百多万的投资客 通常是已经 卖很久缺钱 不是 他可能是总价已经大概四五千万 那你一两百万就觉得不会痛啊 如果总价只有一两千万 你一两百万 那他应该痛到快哭出了 是没错 好 我们今天 刚刚啊 刚刚我们 我们有 有拍一间两房的 两房的全新的 比这个还贵 对 1898 全双坪数33 对 这个是58坪 对 所以他将近一半而已 对 你要全新的 全新的 就是要 double 你的价格真的要double 你要小不短话的 就是要找这种的 是房 你家里人口多 你就真的要找这一种 那当然现在年轻人都想要找新的 还有那有些老人家也会想要找新的 但是呢 他就 我常遇到一些老人家 哦 最近很多地震 想要看有没有十年内的 我觉得十年内其实就是新的 他们都会觉得 那这样有一千多万的有没有 一千多万你能找两房 嗯 而且正式区十年内两房 你要找到一千万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啊 那是海边啊 那是海边啊 海线啊 对啊 或是山区 其实现在台中的蛋壳区 蛋壳区 大概蛋白区 已经快要到和平那边区了 对啊 对啊 越来越往外扩 越 越来越贵 对 所以 很难 我知道找房子很困难 我们是 我们是希望可以站在消费者这边 帮你找到一个 比较小骨爪哇的 很多消费者会问我 你怎么不拍多一点新的 我们有去拍新的 我其实拍了很多新的 法人问津啊 嗯 因为真的很贵 那拍中古的又大家都在闲 嗯 那怎么都拍投资客 因为投资客最好拍 来了就拍 对啊 一手乌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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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条件 你请问一下你要跟他买多少 对啊 一手乌乌組 他们第一个房子没有整理 然后他看隔壁的投资客 卖1860 他就跟着他买1860 他要跟他议价 或许可以比投资客多议一点 可是问题是房子买了 你还要花一千两百万人 你觉得比较划算吗 一手乌乌組没有比较划算 而且又很难约 然后又自私甚高 他觉得哎呦 我现在房价很好啊 我就是要 就是要 就是要卖一样的价格出去 没有整理跟整理的价格 卖差不多 对我们同事也有一些投资客 他们也是这样子卖 对 所以我觉得卖房子真的没有你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然后你们可能一来就说 这件我很喜欢 你看我一下就下握拳了 所以你看我那么阿杀利一次就下握拳 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后面努力了多少 每天再看多少客户 我们一个月可能就成交你这个客户 然后你又扛我们的中介费 你看我才带一次就让你成交不好意思 你是我可能第三百客户 那三百客户前面都是零 都是零 最后才你成交 当然我们很感谢你愿意跟我们买 但是我们是赚我们合理的中介费是真的 每个人 每个行业都有他的辛苦的地方 我们一定 你只要愿意让我们赚中介费 我们一定会帮你把关把这个服务给做好 你的权益我们绝对不会随便把你谈 那个就是当然我们一定会有客数 我们客户多少多少都有客数 但是我们一定会尽量把它给圆满的解决 该我们负责我们一定负责到底 然后对我们看一下中庭 我废话太多不好意思 我们去看一下中庭 他24小时管理 就是我们的中庭 然后我们外面我们的支援回收是在外面的部分 我们刚才那一栋是在一栋 所以我们是进去以后右边 他每一栋都有无障碍设施 这是他的信箱 那这一栋大楼叫做 上一练区 21 上一练区 旁边有公园 我们去公园看一下 这边就是智山路 其实这一条就是智山路 对就是智山路的路远道的意思 他的车道是刚刚那边吗 对 车道在那边 那这边就是智山路 其实那个冯甲跟那个秋红谷都到这边 生活机能真的是台中市百货公司密度最高的一区 出去就要逛百货公司走路 走路就可以到了 你不用在那边排队下地下室 不需要 走路就过去了 我去公园看看吧 智山路的绿园道公园 你看到那一栋就是七起的大楼 正七起 正七起的大楼 是这个价格的三倍 三倍 好 旁边就是那个上安国小 对 那这边是一个 有点类似表演舞台 他算是 类似公园的那个绿园道 还是一个表演舞台 好 好 那当然就 这边 智山路 住台中市了 我们应该也不用多介绍 对对对 搬门弄死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喜欢 看一下 我的那个频道的标题 上面有我的电话 请 打标题上的电话给我们 预约抗物 如果不喜欢 没关系 我的物件最多 这个 我的频道一千多件的物件 欢迎你 可以点进来参观 比较一下 然后 记得帮我们订阅 或许里面没有你喜欢的 但我每天都会上架 帮我继续订阅下去 你只要 我们每天 我们都会每天更新 你不用出门 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 最多的不动产 房地产 土地房子 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 不怕你买后悔 不怕你买后悔 我们所有的物件 都是一进到底 一到位减 没有剪辑 没有广角 没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里 轻轻松松的滑手机滑平板 看Angel TV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很清楚 明了知道这个是不是 你要的房子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